立法院下個星期一要召開臨時會 重點之一是在審查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案 民進團體已經準備好了 動員群眾包圍立法院 那麼除了服貿協議 國民黨團也打算要提出核四公投案 至於民進黨團準備要針對 陸軍下市洪仲秋猝死案 邀請國防部長高華駐進行專案報告 這回臨時會究竟會上演哪些戲碼 我們邀請到聯合報真正組的記者李昭安 為大家深入分析 昭安你好 主播好 各位東方大家好 好 那麼今天有消息傳出最新的狀況是 國防部長高華駐因為要負起責任 可能這個辭成呢 總是會有批的時候 你怎麼看你覺得後續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服務院高層又考量什麼樣的原因 其實現在大家消息傳得沸沸揚揚 包括各種可能接任的人選 但其實這個狀況就整個政壇來看 目前的解讀都認為說 高華駐現在其實已經是請辭待命的狀況 只是說那個時間點的問題 那當然這回頭去看 為什麼他府方一開始是挽留他的 說他不需要為了這件事情負責 然後到時候後來他府方的態度開始有點轉變 開始說事情先解決完再說 那什麼叫做解決完再說 大概其實可以分兩個層面 第一個當然是紅岸的真相 這是大家最關注的 那這個部分其實還是這個部分要先解決 那可以看到說其實像有一個軍檢 然後包括後來地點署介入有點像剝洋蔥 或者是有人說是擠牙膏式的辦案 其實已經慢慢的趨近核心 當然可能很多真相還沒出來 但是至少外界已經可以看到一個輪廓 包括可能關鍵引擎的部分 那可能是一個這個事件中比較關鍵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部分當然是 其實之前立法院就已經提出說 希望他來立法院專案報告 那這個部分至少這兩個部分要先解決完 才能夠去談他後來去留的問題 那另外一部分也是 馬政府顯然在這整個處理上有點輕忽了 這整個可能會引起的民怨 因為包括7月20號 那是一個關鍵性的時間點 就是3萬的白山軍去包圍國防部 然後後來甚至再傳出說 8月3號他們不排除說 應該說已經確定 再次上街頭 他們已經確定要上海盜了 那可以看到他們抗議層級 從國防部拉到了海盜 總統府前 他顯然就是他不滿的層級 已經燒到總統府這邊了 那所以府方這邊當然就是要 做一個停損點的切割 那所以 看起來就是由部長當作停損 對 因為高好處 第一時間其實他就說 他會負起政治責任了 那這個部分顯然 在那個時間點其實就已經確定了這件事情 只是說他後續 他要完成到什麼樣的階段性的任務 再去值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是 就是大家可以等著看這樣子 對 對 對